會員票選 證明為長壽俱樂度 成立至今大概有 200 個會員參加 包括糖尿病的病友 跟高糖尿病高危險區 照護團隊 有醫師 衛教師跟營養師 共同同體力 這是我們的照護團隊 團體的特色 為了凝聚整個成員間的向心力 所以我們有共同設計 屬於長壽俱樂部的口號 在會長之下 有小組長 小組長會定期電話 關懷各個組員 病友之間也會互相鼓勵 鼓勵其他糖尿病病友加入這個病友會 我們每年也會積極參與一些糖尿病 會教學會的一些比賽 還有一些活動 我們的組織架構是 我們主要是由內分泌科代方庭院長 還有李主任共同力點 會長 我們有一個病友會 會長 下面也有四個小組長 每組都會有輔導員 輔導員就是由我們衛教師來擔任 我們整個運作模式 就是以運用我們這樣病友團體的一個團體動力 然後結合創意衛教 引發病友之間的一個學識的動機 然後進而可以讓他們行為改變 提升照顧學長的自我管理的能力 那這些是我們歷年來的一些活動主題 那我們主題的來源就是病友中會有提供問卷 那由問卷中了解說病人他們比較想要知道的一些主題 那另外一個來源可能就是參考衛教學會 那在我們病友會每一場的會前會都會有 就是一個會前會 那就是由我們的組長 還有會長 還有我們衛教師共同來擬定一個計畫 那我們也另外有一些病友專家 他會跟就是以他們的經驗 控告的經驗分享 那提供給更多的病友 那在病友活動中我們會提供一些創意的一些遊戲啊 然後像體驗一些像眼底的併發症 如果眼底產生病變 也會造成一些不方便 還有學習如果食物的秤重 更了解那個如何控制好彈化血色素 那在病友會中也會利用大家同才的一些力量 來達到學習運動的好處啊 還有運動的一些技巧 那另外還有營養師會提供我們一些低熱量點心啊 動手作讓病人如何可以吃得飽又可以吃得健康 我們每一年也會有那個病友會的旅遊 會去每一年都會舉辦 那接下來這個是102年的成效 我們會針對於說 控制好彈化血色素小於7 還有就是自我管理的部分 就是如何正確主食量啊 然後每週監測血糖 還有每週運動五次一次至少30分鐘 那在他前後都有顯著的成效 那103年也是 就會針對說都針對彈化血色素 還有可以規律的運動 還有控制好血壓 那103年我們也有增加一個 注重口腔的保健 那也是都有參加前跟參加後的顯著的比較 的成效 那我們在我們意料團隊的部分 在102年跟103年都有得到 糖尿病招呼品質計畫的一個優等獎 那103年呢 我們也有參加積極控堂的一個成效 衛教競賽 也有得到佳作 那102年的部分 我們有並有去參加 移島漫波的比賽 這個都是我們並有自己 自己去編舞 然後去比賽 也有得到第三名 那103年我們在衛生署舉辦的全國優良 可尿病支持團體部分 我們也有得到優良團體獎 那下面這邊就是我們 除了我們的團體獎以外 我們還有六位病友 得到了模範病友的比賽 那我們模範病友中全省大概有400多位 那我們市醫院這邊有六位病友 那有得獎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模範病友 就是說因為我們 糖尿病支持團體發展越來越成熟 那許多糖尿病病人 他可以在APC 像說控制血糖、血壓、血脂 都控制得很好 而且可以規律的服藥 每年也能至少做一次眼底 跟足部跟腎臟評估的一些檢查 那就是藉由 傳播這樣模範病友 控糖的親成功經驗 可以讓更多人可以 更有效的控制好糖尿病 那模範病友 他們必須在一年內的檢驗報告 都符合標準 然後A的部分就是 一年有三次的痰化血色素都小於7 B的部分就是血壓 就是控制在1380以下 C的話就是低密度染物醇 都可以低於100 D就是藥物 那E就是每年都會做一次 至少做一次眼底的檢查 G的F的話 就是每年做一次逐步的檢查 G的話就是腎臟的評估 就是簡稱的GFR 那這就是預防腎臟病變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我們謝謝邱衛術 謝謝邱衛術